你干嘛 苏默 混账 放开我 少主 多谢如意照顾 衍熙醒了 快坐下 再歇会儿 少主 刚刚探子传来消息 说藏流人即将带着一种 十分强大的新式军器 向陶渊郡赶来 捉拿过天去者 和皇天戒指持有者 让我们务必小心 什么样的军器 传消息的人 是我们自己人吗 是的 据说这种军器 可以带着人飞上天 还能射出箭来 藏流人果然不能小觑 通知陶渊郡所有的人 先会全先大营 召集赌方里的所有人 此地不宜久留 让在苍流军营 传播消息的人 加倍小心 是 这次消息来得突然 这种秘密军器 从未出现过 如果不是这次的追查 恐怕 还不会暴露出来 少主 赌方里除了我们几个人之外 只剩下白鹰 甄蓝和纳生在了 现在 把消息告诉他们 让他们尽快离开 纳生就在密室外面 还没有看到白鹰郡主 但是 甄蓝和西京都在 想要离开这里 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件难事 那生在外面 可是他什么法术也不会 要是真的遇到 苍流的新军器 一定无法抵挡他 可是留在这里也未必安全 是他救了我的命 我没有办法让他置身涉险 现在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走 很可能会碰到苍流士兵 如果留下来 苍流人也很可能会闯进来 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 否则 就不会在门口留人住手了 少主 还是你来做决断吧 不管怎么样 那神有恩于我 是他救了我 不管是走是留 我都不会弃他于不顾 颜辛 平水相逢 不可以为他冒这么大的风险 是他先为了救我 冒了极大的危险 我们全先向来都是有恩必报的 找一队人 先护送他们离开 不用找人了 还是我来吧 不行 你重伤未愈 不能勉强 那生就在外面 不如你去跟他见一面吧 你们先出去吧 是 等等 这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是有些奇怪 我们先回去吧 走 走 走 快 燕西 你保护好那生仙炮 好 走 走 你多好 我去帮他们 来 燕西 燕西 走 你多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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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ат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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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不见了 密室里有我画的撤离路线 你通知桃园郡我们的人 分批快速离开 是 阿盈 坚持住啊 本盈怎么了 他令氏受损 宋某 你让开吧 我来救他 你要怎么救他 我们空桑自有空桑的法术 你刚才说他临时受损 是怎么回事 百应他不能直接照到日光 否则 临时被灼伤有性命之有 像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百年了 百年前为了保全城中的百姓 大司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打开五色城 自此之后 五色城中的子民陷入了沉睡 而白鹰他们 因为陷进了一半的灵石 则永远无法见到天日 直到五色城重开以前 他们都知道活在哪里 原来这就是 打开五色城的代价 不好 这样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 我只能暂缓他的伤势蔓延 等到天黑了 我带他回五色城救治 现在还不到正午 怎么可能坚持到天黑 你干嘛 你干嘛 苏默 混账 放开我 混账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你